还记得去年六月 这名大男孩公主抱着阿公 一步一步走下阶梯 带阿公去打疫苗 照片贴出来引起了网友大赞 是最感人的背影 但就在周一晚上 阿公传出了离时消息 让家人和民众很不舍 阿公突然过世 孙子因为确诊 还在隔离 目前阿公后世重担 全都在姐姐身上 不仅要帮弟弟送餐 还要照顾高龄90岁的阿嬷 那天也是同时间有叫奶奶就抱他一下 然后就大概就是这样子 可能就是有真的犹豫 说自己要离开 他只是抱还是要出门 痛失惊人 染疫的孙子 却只能关在房间里 预计14号才会解割 没办法见阿公最后一面 恐怕会是他心中最大的遗憾 记者黄烧民 金融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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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